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价格依旧是在1480美金附近徘徊 除此之外 布伦特原油是上涨了1.15%附近 目前报价是在65.5美金左右 比特币价格是下跌了4%左右 跌幅比较大 目前报价是6660点美金 那么其他方面 澳元对美元和英镑对美元 最近波动幅度比较大 尤其是英镑昨天是下跌了接近200多点 从最高点周一下跌已经是超过了300点 其实我们从昨天和前天的消息来看的话 那么英镑下跌并不是在意料之外的事情 主要原因很简单 因为之前呢 英国脱欧也好 公投也好 那么到最后的一个英国议会的选举 基本上属于利空出尽 基本剩下的呢 都是利多的一些因素 那么在本次选举结束之后呢 英国方面暴露出来的问题 就基本上是浮出水面了 那么英国目前呢 是存在三大问题 第一大问题呢 就是央行行长即将面临换届 那么本周呢 将会指认下一任央行行长的候选人名单 所以呢 在一个国家 政治或者是央行出现了相对的波动 或者是震荡之后呢 本国货币都会有相应的一个下跌 因为很简单 大家对于未来的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预期有所改变 因此呢 对于本国货币的一个抛售就会变大 那么其他方面呢 就是英国经济问题 英国呢 在脱欧之后呢 很多欧洲本部的一些企业和上市公司呢 都将总部从英国伦敦撤出 搬到欧洲大陆 因为一旦脱欧之后呢 英国和欧洲呢 本质上还是会有一些区别 不再是完全的百分之百免关税 或者是呢 人口流动 就会人才流通啊 都会受到一些阻碍 因此呢 欧洲大陆啊 是一个相对更大的市场 所以呢 很多公司就直接搬走了 那么因此带来的欧洲经济 或者英国的经济受到的冲击将会更大 那么英国在未来的金融地位也会受到一定的冲击 所以呢 未来不管是这个月 12月份 PMI指数比以前有所下滑 或者是服务业的PMI也是有所下滑 那么未来呢 英国面临的经济和金融挑战依旧会比较大 但是呢 目前英国富时指数涨幅还是不错的 整体的原因还是很简单 资金没有地方去 那么英国呢 之前股票市场跌幅比较大 这次呢 是短期的一个反团 大家如果是做短线交易的话 可以适当考虑英国富时 那么整体的交易成本也会比澳洲 或者比个股要低很多 在指数方面的交易成本大概是万分之一 而股票的交易成本呢 可能是在万分之四 万分之八左右徘徊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要关注的就是 美国特朗普最近的讲话和美国美联储方面的一些信息 美联储呢 最近又通过了新的支出法案 或者是这个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最新的1.4万亿的一个支出法案 以及美联储呢 继续实行货币宽松的一些相应的政策 那么特朗普呢 也是提出了再次公布QE 未来可能会在考虑中的这些因素 那么众议院通过了1.4万亿的支出法案之后呢 相信会对美国的股市继续带来一个上涨的动力 因为在金融市场上赚钱是靠两部分 一个呢 是本身资产产生的一些收益 比方说我们买房子 房子产生的房租收益 我们买股票 股票公司上市公司自己产生的一些分红收益 或者是公司运营带来的收益 那么这一类呢 算是由内而外的第一类收益 第二类收益呢 就属于资本 我们常说的泡沫的产生就是属于第二类收益带来的 包括土地价格在过去十几年 澳洲地产一直是以7%每年的增速增长 那么这一类呢 并不是供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而是呢 资金在涌向这个市场 因此呢 美联储或者是美国政府本次通过的支出法案 将会在未来至少半年以上的时间里面 对美国股市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 那么因此呢 大家可以放心的度过圣诞节 甚至在明年的一月份到三月份 大家还是可以在股市上继续做一些投资 那么行业方面的话 今年表现最好的 是美国方面的美国科技股和美国的成长股 那么在澳洲来讲的话 大家持续关注的依旧是成长类股票 因为科技股在下半年开始出现了调整震荡分化 那么成长股呢 依旧是表现非常不错的 像Westfarmor这一类或者CSL这一类的 大家可以长期关注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